早晨 今天是11月7日 星期日 前面有一班旅行團 我們剛剛下車 我們現在 今天有 這個 老闆出席 老闆你去哪裡 去學森 哦 這個 這個是老闆提議的 是 是 他說要去學森 你去吧 那這裡就好 不是的我也有說可以一起去青衣 嗯 是 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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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說天氣不好 所以 沒問題 所以就不想 那就留下一次 下次走個青衣 我們 剛剛下車 10點8 就 要走幾K 所以 就 慢慢走 好 我們剛剛下來了 幾度 我們看到對面的赤柱 另外 那些 孖江山那些 另外我們看到很遠處 有個 煙通的那裡就是南亞島 風車也看到的 這裡 你看到風車嗎 煙通 右上 對 我們這個 南亞島也看不到的 對 很清 今天也很清 對 也不錯 來這個學取客客 郊遊舞 對 嗨 我第一次出現這個鏡頭 哈哈哈哈 剛剛聲音到航 現在看到我的聲音 現在看到老闆 你好 老闆說你好 那 你叫Kan 可以今天跟 是否 重點祝伯伯生日快樂 好 哦 生日快樂 哈哈哈哈 哈哈 OK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一路向前走 然後 沿途也是在我們 右邊都是赤柱的 的景色 對 什麼一直下去都是 我們一會兒 我們一會兒 可能就會 走這個 是不是去這個 機窗簿 老闆 對 總之走得越多越好 老闆就想走這個 機窗簿 總之走光了 可以走就走 對 我們一會兒 一路走 哇 前面很開洋 更多人在這裡拍照 因為樹皮很偏 所以說開洋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 慢慢欣賞景色 這裡是樹皮之後 就是開洋的景色 對 很漂亮 這裡是赤柱半島 赤柱監獄 對 是赤柱監獄 是你那些平坊 是赤柱監獄 好 這裡就是開洋的景色 藍天白雲 先問一下老闆 你預期有多少分 預期有8.5分 預期有8.5分 8分 OK 等一下 我們走完之後 再問一下 會有多少分 但是有扣分 可能性就是人 因為太多人 進去 好 好 今天是8.5分 走進去看看 你會不會再 什麼 挑選 天家 或是選 遲些 再來過 哦 翻牆 對 翻牆 即是過某段時間 又再翻牆 或者跟另一個再來翻牆 什麼要看一下 我想 要選一個平日 這個機會也很划 哈哈 好夾 自己走 我不知道 應該可以 這個機會率是很划 或者走完學咀 那時候 隊長好像有走另一條路 他的路好像比較難 隊長 我們有看過 應該有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大腿 太香了 我沒有看過對著 好啦 我們先繼續走下去 不停住 我們現在落進去 那個機窗部 那裡 那條路 是有少少爛的 還有 是會有斜的 一進來這條小路 就真的少人很多了 希望 沒有什麼人 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 對呀 對呀 繼續走 這是什麼 這是很像的 這條小路 這條小路 你會看嗎 這是很像的 這條小路 你會看嗎 這是很像的 這條小路 那這條小路 你會看嗎 這個小路 這裡有個墓碑 稍後有些比較斜一點的 而且樹木也蓋住 我們看到有些樹有些果實 聽到後面也是有人在 前面有人在上去還是下去 對 這段是比較斜的路 要小心一點 看到前面的行山人士 跟我們一起都是 正在下落 前面有少少斜 前面的人正在處理路段的路 下落到機窗 這裡的小段是比較斜的 而且沒有太慢熟 先讓人先拿去 就是一些石屎的地下 應該是之前的那些村 那些地方 我一直都會落到海邊 我相信最斜的路 或是最鬧角的路 已經走完了 所以要落到一段路 才到海邊 在這裏呢 就會有個機窗 在這裏 就沒有人 石屎的建築都很斜 石屎的建築 這段也有少少吵架 比較密切 可能已經太久沒有人走 已經到了5年 所以就有少少船 又有直升機 怎麼搞的 想著放飛機 來直升機 哈哈哈哈 放到飛機 這裏是私人的直升機 可以在這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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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少少 可以在這裏看 可以在這裏看 小心點 好 好 來這裡 好 好 差不多了 有些樓梯和屋子 看到以前的屋子已經沒有遺漏 應該是以前的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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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以前的路比較漂亮 還有可能是用船多些 看到有些樓梯級 這裡已經被一棵樹包住了 還有一些外場的結構 好 好 我們看到這裡 有些梯級 比較原始的梯級 我相信應該 很快可以進去 這個路放 路也看到 很快 很快 所以 可能 某些段落 有些少 樓梯 多一點 雜草 你看 老闆行得多快 嘭嘭聲 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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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嘭 嘭 嘭 看看我們來到海邊 將會把れた人們到對面的基金土 小心 嘭 嘭 現在可能是水漲的關係 這樣就好了 OK 要捆一點點去 哎呀 捆一點點去 然後就走過去 哎呀 這裡有一個很可愛的石頭 然後就看到一個機窗堡 我們呢 慢慢地走過去 對呀 現在不是太多人 還有一些比較便宜的石頭 走過去 OK 好 我們來了 哇好人的 這個機窗堡很棒 小小人 這樣就來到這個機窗堡啦 我覺得超美的 對了 我們先把照片 我們趁現在每人都要穿機窗堡 過程 我們已經有一個幾次 好人的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會不會太多 拿去 有很多 浩子 樑 他 去 很難 超乘 我們就進來這個機窗簿看看吧 有很多垃圾 不過已經有人收拾了 這裏看上去的車廂 衛星發射塔 另外是另外一個車廂的鏡色 我們要上一上去 機窗簿頂 可以回望一下景色 剛才我們就在上面那裏下來 其實是在那裏走過來的 那裏是發射塔 在上面 踩著那些石頭上 就是這樣 不過待會下車要小心一點 最頂的那裏不是很穩的 在上面那裏是 剛才我們下車的石澳島 對面是洪山半島 最後那裏是赤柱的半島 還有赤柱的發射塔 我們這裏比較開揚一點 可以更多的景色 景色都比較開揚 而且有些入艇 在附近 我們就可以在那裏休息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站 這個沒有人的機窗簿 我們就準備離開了 好 怎麼樣老闆 不錯 OK 剛才我們就上去 好像很太陽 如果很暗 我們剛才就嘗試過上去機窗簿頂層 這個上去是有點危險的 但是有些錢人就幫我們 對呀這樣下 然後搭了幾塊石頭 然後就佔高了那個 讓我們當一個樓梯級的走上去 我們上完之後呢 就下回來 那邊呢 就放了一陣飛機的 然後就拍攝這個機窗簿 當然是拍攝我們 我們那個鏡頭就沒有4K的了 所以它是單釘斬件上的 這個鏡頭 那邊的水很清淡的 對 非常之美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離開了 阿哥你上去 我還沒幫你在這個門口拍照 現在沒有人 那你可以上去我幫你拍照 剛才好像你幫我在門口拍的 在門口拍的 即是上完樓梯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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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幫老闆拍一拍照 好 那我們現在就離開這個機窗簿了 那我們就會沿路地離開 所以就會走回石灘那邊 那裏 就離開了 那裏 那裏 當然過這些石灘多時候 要小心點 小心 不要跌倒 因為始終它有些 可能不太平 不太穩 可能有些石頭是會動的 所以就選擇的時間 就選擇一些平一點 那裏 那裏 沒有金屬的石頭 可能會好一點 好 OK 那裏有很多條 可以慢慢選擇的 外面有些比較平坦 那裏 KD 是很快 這些外面就比較平坦一點 不然帶鞋就比較近海一點 可能濕了就會落一點線 小心 那裏 這些扁 很高 還有那裏 那裏有些很巨型的石頭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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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邊 看那個機窗部 那裏 也有很多油 那裏的水都很清 我們可以看得到水底 但是 剛才另外那裏 是會再清一點的 那裏 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離開 那裏 繼續走我們的河咀路 reproduction 我們可以走 是 我們先去這個 尖項中樓 先看看 這個 好像一個城堡的 哪裏 什麼的設計 整個 那裏 真的很Fire 很浪漫 我是很細的 那裏 我已經很細的 這是一間樓 舒服一點 好像沒什麼窗戶 只有一個位 穿一號衣 這個做防衛 可能有許多的地方 好 我們呢 接著就 這裡有一個門口 就可以上去 現在就沒有開了 好 我們就參觀完了 我們可以繼續沿回路 不知道 總之加上二十三 好 我們沿著這條路 走回大路 繼續下去學聚 我們喝了一罐飲料 好少少 我也知道應該不夠 所以我再買多一瓶寶寶 捱到下去 其實應該還有很多水 所以呢 我知道我今天是不夠水 我們喝完的作品 走回來這裡再喝 好 我們就現在 出去了 繼續走下去了 剛剛我們在鏡頭的祖秀 看到有一間小學 不知道應該是荒廢了的 應該是荒廢了的小學 學校 不知道是小學還是中學 香港 香港 學咀學校 學咀學校 學咀村 學咀村 學咀村學校 19幾年 看不到 1967年 1967年 好 我應該只有一個班房 應該是 一個老師 可能只有一個老師 教大全全的同學 還有 舊式的學校 我們現在看不到 或者這些叫村校 或者這些叫村校 是 好 我們呢 走出大路之後 就會繼續下去了 喝了一罐可樂 醒神一點 好一點 因為今天 比我想像中是熱很多 不是 開頭也涼 對 現在太陽很慢 對 太陽很慢 可能我遲些要暈 我覺得還有風 對 有有風 但是很熱 好了 人們已經走完了 上回來了 我們 我們現在先下去 好 這條路也挺多蚊 好像被蚊咬了多大 我平時沒什麼被蚊咬的 但是已經被蚊咬了多大 我這些 都不放過的話 應該是很多蚊咬了 我們走了一陣子 然後離開了河咀村 然後斜路繼續下去 就開始到了那些發射塔 即是我們走快到達那個篤篤了 我們呢 天氣就開始有一點點陰天 我們剛才在機窗簿那裡 不是的 這條遠處那些都還是 都是 都是 是 是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魚粉 哈哈 因為剛剛上面有個合雲 這些陰陰地很舒服 有一點點風 我們稍後就會 繞著旁邊走過去 有很多車子在你 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就準備了 我們剛才看到一隻野豬 在一個花園裡吃東西 不是花園 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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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20米就下3.3米 不是的 我不是的 那邊走20米就變3.3米 我不是的 你問我 我不是的 我沒有開車子 我不是的 我們來到這個 不知道學聚什麼什麼 不知道什麼台 電台 好像要繞過去 對 我們要在旁邊繞過去 好 好 好 私人 反正是不是這裡 那邊要繞過去 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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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 那邊呢 那邊 有點 那邊的話 就慢慢地 哇 雨好像比較大 不過都可以的 那麽就... 風啊... 都是大的 那麽風景都蠻漂亮的 這麽是這次外國標的 這麽可以嗎 這麽可以 可以 風大雨大 這麽 風大雨大 對 如果指魚是這樣的也可以 也可以 不像上次那麽就行了 那麽前面有個分叉路口 那麽呢 如果見到有條是上的 那麽就會去燈塔那麽 那麽我們等一下可以上回來 再上燈塔那麽 那麽呢 那麽呢 現在有些人走出來 右手邊有條路 就會落到海邊 那麽那麽呢 那麽就會有 海岸保護區 對啦 海岸保護區 有三個景點 有一個雷音洞 有一個蟹洞 以及有一個恐龍化石骨 還是瓊魚骨 不記得是有蟹魚還是紅龍 應該是鯨魚的骨 不是鯨魚的骨 是鯨魚的骨 不會是鯨魚的骨 應該是鯨魚的骨 我們轉到河水道最後一段路 看到對岸有一個島 我們會沿路走下去 看到那裡會有一條鯨魚骨 那裡會有一個海洋中心 應該是鯨魚的研究中心 我們後面會有一個鯨洞 其實就是海岸的盡頭 我們剛才走下去的時間 有一些魚 現在已經散了一點 哥哥幫我拍照 我現在拍照 好 好 景色是比較漂亮的 而且這裡有風 就會比較涼快 我們可以看到遠處 有一個很平的島 那個就是環蘭島 旁邊會有一個氣象站 那個也是環蘭島 只不過斷開了兩泊 另外在它大旁邊 其實就是差不多屬於 那個叫做宋江 另外在這個島後面 遠一點 其實會有一些島 那裡就會在葡台島 我們現在就 剛才走高了一點 拍照 現在就走下來 慢慢走下去 海岸公園那裡 那這裡就 那這裡就 到剛剛下來了 天氣開始就好轉 那比較 景色就比較漂亮 那沒有剛才這樣灰木木 還有下雨 那現在風就很清靜 那所以呢 你見過我都提高了聲音 哈哈 沒有求令到這個收音 就會好一點 因為我發覺 平時那些聲音實在是 太過小聲 是啊 有時候我放大了 都是聽不到我自己說什麼 那是不是這個聲音 會比較好一點呢 那當然啦 我平時的聲音 已經像你現在的聲音 但是我是要故意提高聲音 這樣才可以 因為你的聲音很小 那我們可以沿著這裡 下去海邊 我們就有個分岔路 我們沿著 右手邊條路 下去海邊 那應該前面以前是走得到的 但是現在好像 封了 所以我們就 用這邊下去 那我們就先下去石灘那裡 那然後呢 就慢慢走過去了 那 我們可以到石灘那邊 等一下 如果有位置就可以下來了 應該兩邊都可以下來了 可以 可以下來了 可以下來了 嘩 阿哥下來了這麼快 OK 好 OK 好 OK 好 那我們來到石灘呢 就會看到對面一個島 好像很漂亮 好像 有點外國的感覺 那些角度 那些角度 拍張照片 先幫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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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邊 還有兩隻 原來有兩隻 汪汪在這裡 衣服 然後在這裡休息 我們可以看到對面的島 好 好 好 有外國的感覺 對 兩隻都很舒服 這樣在這裡 好猶豫 自得到 透涼 因為都走了一段路 下來 現在很開心地在這裡透涼 這隻 很漂亮 這隻 很開心 這隻 真的很開心 不過現在是黑色 看到一個表情 我們稍後就會沿著這條路走過去 看到那裡就會有鯨魚骨 好 我們現在向鯨魚骨出發 你看到鯨魚骨嗎 那裡 那裡 有鯨魚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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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沿著這個石灘 然後 慢慢地走過來 這裡的石灘 可能經過海水沖沖 都比較漂亮 其實 很有感覺 看出去都 很漂亮 有一條路 像引導來的海洋 這樣 那 來到這裡開始有太陽了 都很好 來到這個終點 就會天氣放晴 就不像剛才那樣 就 有些乳粉 陰陰地 那 剛才那條路走下來 這樣的天氣 也是不錯的 走到下來 就 有太陽 那就很棒了 哥哥就被一群姐姐嚇倒了 被姐姐嚇倒了 姐姐很開心地笑 然後你就很害怕 對 她叫了我 我又叫了 這裡 都可以看 有顆心心石 不過是不平均的心心石 左心房 帶點 對 有什麼? 心房 什麼? 鼻帶 對 對 這個 竟然被一個 不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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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 讀 讀 許 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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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砌的 我們先繼續向前走 石灘的另一邊 看到蝦蟻魚骨 有一個學習的海岸保護公園 這裡有蝦蟻魚骨 上面就是蟹洞 現在是蝦蟻魚骨 我們現在看到蝦蟻魚骨 現在看到蝦蟻魚骨 這是很深的骨頭 這是骨頭 我去千觀一發 我們先去駭洞 因為太多人了 我們先出發去駭洞 駭洞在前面 駭洞在前面 駭洞 前面很多人的地方 就是駭洞 很多人在拍照 今天是星期日 待會可以上去燈塔 就是駭洞 這就是傳說中的駭洞 駭洞 駭洞要在正面看 否則看不到它的影 在這裏看 就會看到它像一隻蝦 駭洞 在正面看就會更像 這就是整個駭洞的正面 駭洞 駭洞 現在是駭洞 是駭洞 人類很高 駭洞 這就是駭洞 駭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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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 可可 这有火木 你怎么也认识? 这个有火木 你怎么认识到白木 嗯? 你做什么? 你还认识一下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 你都在眼神 你走到這裏嗎? 我幫你吃完整個 你放一、兩級就可以了 我可以做啊 OK的啦,不要走太多 準備,1、2、3 好,OK 我先不拍影片 我們現在去鶴咀海空保護公園的木牌拍照 現在沒有人先去 我們先去鶴咀海空保護公園 然後,我先去鶴咀海空保護公園 你看,可以了 哇,這裡的石頭有些是黑色的 變了黑色 OK 小心啊 OK 這些東西就一級級的 都幾可愛的 好,那我們上到另一個 漂亮位 這個漂亮位是甚麼呢? 我們來到這個鶴咀海空保護區 好,那我們在這裏 遙望的那個蟹洞 這裡有一個鶴咀海空保護區 剛才我們也沒有人 所以就先上來拍照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有人吃煙的 為什麼要下跌 那 那 那 我們打算回去鶴咀海洞那邊 那 那 這裡的鶴咀石 比較有趣 有些是灰黑色 有些是偏淺色 有些是偏淺色 應該有不同的質感 或是材料組成 有些是偏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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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待會就會去鶴咀海空保護區 或者可以走上去 有些偏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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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能以前的鶴咀海空保護區 可能以前的鶴咀海空保護區 可能 可能 現在搬到上來 可能 那裡可能不太難 對 那 我們現在就進去 雖然它是一級級 但是 都不是很垂直 這樣一級級 所以 下去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可能雙腳打勻 就會 方便一點 對 那 這裡好像有一些一級級的鶴咀 就是這樣 但是 有些 都比較大級 可能要坐著 這樣 對 對 對 OK 這樣 好 我這枝爛爛爛爛 就坐著 那裡 有些 新手蠻切的 它就跳下去 因為 它的袋子比較輕一點 好 這個袋子比較重 所以 就不跳那麼多 免得增加腳的壓力 好 好 我們現在就向著這個蟹洞 進發 那 就 不知道 在一個蟹洞裡面 有沒有這個 看不太多人 如果 不是太多人 我們可以去一個洞裡 看一看 留意一下 這裡 也有一點 植物的樹枝 可能會有一點點 踢腳 也不可以 對 但是這裡的風景 真的是一路 對 那麼 風勢暫時都OK 都清淨的 那麼 看看 待會選不選擇 放飛機 放一圈 這樣 對 OK 好 那我們 這裡就 慢慢地走出去 這裡 這裡就是蟹洞的旁邊 另外就是剛才那個海岸堡 那個牌 那裡 我們遠望 那裡就是石澳 就是剛才我們 巴士總站的一邊 而另外遠一點那邊就是將軍澳 前面就是東龍島 那裡有些白色的石頭 就是東龍島 那個最有標誌性的地方 對 那裡是白馬 我不知道 所以很靈靈的 看到那裡有塊石頭 那裡就是東龍島的其中一個景點 我們遙望這邊 就會看到 宋江和橫蘭島 經常聽那些天氣報告 什麼叫橫蘭島E 和以巴那些就是那個橫蘭島 我們現在就可以 在這裡可以拍照 那我就先不拍片 我們剛才就在錶紅白廚那裡拍照 那裡的景是挺漂亮的 那個景色開像 因為前面已經是沒有遮擋 還有 不時有些白頭浪 這樣拍照 像剛才那些 那樣 所以是挺澎大 其實那個位置是挺漂亮的 對 剛才剛才拍的時間 沒有太陽 所以 比較陰沉 後來拍照 就有太陽出來 所以我們就補拍多幾張 現在那裡 就有個很平靜的位置 沒有什麼浪泊 如果沒有風的時間 其實水面可以很平靜 可以拍到一些倒影 另外呢 這裡呢 就 很有趣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浮游的東西 在那個水面那裡 那可能是一些藻類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走回去蟹洞那邊 那 那 景色是一流的 那 這裡開始有些鹽結晶了 這些鹽 海鹽 這些就是 crystallized 了那些海鹽 那 因為之前可能有些浪泊打了上來 現在呢 就已經曬乾了 變成做鹽了 那我們就 看到一些生態的 科學糖 那 現在我們就走回去蟹洞那邊 那 很多條路都走到去的 那 就選擇一些平一點的路 對 就 到家 不算太難處 慢慢走 那就到蟹洞了 說蟹洞也是很多人 對 對 看看 前面也是 有些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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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到蟹洞那裡 前面看看 裡面的風景是怎樣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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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 那 那 我們來 那 那 還有拍攝鞋棟的珍珍 這裡有一個石市的建築 我們可以稍後走進去 鞋棟看看景色是怎樣 這裡有一點水池 這裡有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方 剛剛前面有一個水池 如果沒有風 就會連倒影影 很漂亮 我們可以走進去鞋棟看看景色 有些人在這裡走 我們可以走進去鞋棟 走進去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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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放了鞋棟 但是這裡實在太大風 所以這部鞋棟有一點點飄 我為免他失控或失聯 所以我不是飛得很遠 我最多是飛到那個島之外 然後就飛飛飛飛飛 飛到那個燈塔那裡 然後就回來 因為上空那裡已經出了幾次強風警告 就叫我收回他回來 所以我們去到那個燈塔 也不是飛得很遠 然後就要回來 今天這裡的風是比較清靜一點 所以我那個Mini Tool 因為它很輕 如果用Mafik Tool 可能就會比較穩陣一點 我這部實在太輕 你會看到它是飄不停地搖來搖去 所以可能拍出來的畫面 也不太漂亮 可能會震動 會動 這樣 我們現在就準備 待會就會在這個平地那裡吃東西 吃完東西 就可能再拍照 就可以走上對面的燈塔那裡 再拍照 就可能就沿路回去 現在的天氣都很好 有太陽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外島 或者呢 外面就會有一些月船 在這裡 在這裡走過 或者快艇 這樣 那 另外呢 就 那個應該是葡台島 那個就是已經是葡台島 宋江 橫蘭島 另外就是東南洲 我們現在就 老闆就不停在這裡拍照 可能已經拍了我很多照片 那 對 他剛才我放飛機的時候 他就到處走 這樣拍照 應該 他拍的照片是會比我多的 對 那我們就準備開餐了 是不是 OK 好 我們裡面就是一個雷音洞 會聽到一些海浪聲 好像震而獄 這樣 是什麼 嗯 你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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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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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就是錄音洞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純粹來看看 現在就離開了 我們今天的景點已經看完了 我們現在沿路地走上去 不知道 這邊沒有一定的 我們今天的景點已經走完了 我們現在還欠燈塔 忘記了 我們現在沿路走一小段路上去 上燈塔 今天的行程就完結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走上去分岔路口 我們參觀了燈塔 完結今天的行程 也要4-5個小時 我們拍了很多照片 對 我預料拍照的時間 所以要4-5個小時 我們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燈塔 這裡寫著一個電纜罩 有一個很小的燈塔 我們就沿著這條路上 燈塔也是不能進去的 純粹是拍照的 我們就沿著原路下來了 燈塔也挺漂亮的 我記得是白色的 一個塔型的東西 要有一個藍色的背景 應該有吧 希望有吧 對 要看看方向 這邊應該沒有 那邊 OK 我們上去看看 然後就下來了 兩個燈塔就在前面了 本來阿老闆就說要拍一個 藍天底的燈塔 那 就 好像 有夠少少的霧 不太能拍得到 藍天底的 可能就 拍不到 那 那 就 起燈塔一點 便是 好像都覺得很甜 那我們 嘗試去 上去看一看 拍不拍到 如果 拍不到 也是沒有辦法 那 剛才我們就 不知道誰縮死了 總之看到人們浪衣 這裏有樓梯上 那 這裏有些宿舍 旁邊有一條樓梯 可以上個燈塔 那裏 五塊低電池 搞錯 這裏有多少百分 肌肉 20% 這裏就是 達定地 河醉燈塔 很多人在這裏 好 好 要用個 过去 先拍攝 如果要拍攝男生 就要在後面拍攝 要去平地拍攝 這棵平地拍攝 我猜到這裡拍攝 拍攝山 我猜到這裡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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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拍攝 我們來拍攝 我猜到這裡拍攝 這裡有一個小小小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哇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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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一個軟軟 海浪很快 還有一個小破邊洲的物體 就在這裡 但是已經被割開了 割了一點 還沒有切開 我們看到 後面那邊 就已經有些海浪 衝開了兩邊了 差點前面這裡 還沒有切開 如果切開了 就是另外一個破邊洲 老闆 麻煩你走回一步 你比較危險 OK 你可以在那邊拍攝 你很害怕 是啊 你知道你啦 很隆盡 有些人的 拍不到嗎 拍不到嗎 要拍什麼 好 好 那我們就很近石澳了 其實對面就是石澳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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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沒有石澳 對 好 這樣吧 好 看我看你下水 你會給幾十分呢 還是八點 好 那最漂亮呢 哪裏呢 最漂亮嗎 最漂亮不是 呃 我覺得 那 蟹洞附近的岩石是蠻漂亮的 OK 奇形怪狀 也不錯 嗯 天氣稍微 沒有那麼藍 嗯 微中不足 OK 如果再藍一點 OK 但是在 剛才那個 窗機部 是不是 機窗部 嗯 對啦 那裏就 天氣就比較冷 嗯 嗯 那時候已經拍了些 不漂亮 不錯的美照 OK 所以 我為你說是 不漂亮的錯相 不錯的美照 哈哈 不漂亮的錯相 都有 OK 不小心拍了些不漂亮的錯相 哈哈 OK 那你呢 我 哇 白身呢 我給白身呢 因為 今天假期 實在太多人 那如果小人 就會更加自豪 嗯 對 但是 剛剛我們都 基本上避開十幾人群的 我剛才就說 但是那些蟹洞是去不到的 對 只不過是蟹洞 對 那蟹洞 就算了 那你 差一個打卡位置 對了 對了 我有沒有人有請 對了 對了 還有一些 有些男生還不趕女 哈哈 已經十幾二十張都還沒拍完 對 對 還有一個問題是 那些人在周圍附近 是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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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不會 我們不要走蟑螂 我們踩死了蟑螂 不會散開 會不會再推介你的朋友來走呢 會 但我會想 或者你會跟你的朋友來走多一次呢 在這裡 不是玩的嗎 不是玩的 要視乎 天氣 如果我下次來,我一定會覺得天氣很漂亮 真的大藍天一塊塊白粉一點 OK 而且是最好的行人 這個機會就會微一點 好笑啦 人家小枝又醒了,我就會多一點 你會再來 你會再來嗎? 沒有,可以再來 對 對 不知道 應該會有露落 可能就是這裡露落 那裡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建築物 可能是有一個機槍 OK 或者可能在前面那裡有一條露落 也不一定 總之不知道 這次不是我們行程的一部份 所以我們就不會下去了 不,可能會下去 不要 那些應該是蜜林 你應該會再流血的 你的傷口 我們今天有一個小鱗 其實有兩個 小鱗已經刮到石頭 有三條血痕 流血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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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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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避開了 看到了 幾條傷痕 血痕 被石刮到 其實我也有一條 有一條 有一條 我沒有去 我沒有去 其實可以這樣穿 大家那裡有道閘 不要 在別人的私人地方 我們就沿著這條路 然後繼續走回去 一會兒 一會兒 去到 那個村子 可能會吃一碗豆腐花 然後 就 搭車離開 這個 潛黃色衣服 極具挑釁性的 去吃到小狗 對 沒錯 陌生的 小狗 連這些小狗都不會 你見到不到 你見不到 你見不到 就這樣躲起來了 裝了一個 駝駝駝駝 我們現在的行程就大致是這樣的 走了就馬上捲出來 你見不到我見不到你見不到我見不到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旅程 先說一聲拜拜 什麼拜拜 不知道就先趕著吧 待會再說拜拜 不就剪掉了 鶴嘴超不通 快點 快點 嘴露 快點 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